很多人呢 他会做一件事情就是 哎 很烦的 这些很讨厌的 这个很negative的 这些我不要ok 我不要受他影响 我就开车去 我去玩 听起来跑出去玩 好像是没有错的 他也是一种输出权 因为你让你的 physical body 断去另外一个地方 你以为我逃你了 ok 我蒙了他没 蛤 我蒙了他呀 我走 结果你走 只是你的这个 body走而已 你是离开了这个熟食圈 去到另一个熟食圈 我要讲的是 你的心里面如果没有完全明白 你逃离的是身体而已 可是你的心灵没有逃离 你还是记住他 所以很简单的就是 你如果真的能够let go 你不用逃离 你在当下就let go了 你都不用逃 ok 你要逃什么 什么客人呢 看看老师 我下个月要去印度 为什么 我去14天 因为我要抑管 我就开始笑他 因为哦 很烦耶 我老公 很讨厌哦 每次这样欺负我 我儿女又不听话 我的那个闺蜜哦 又这样这样这样 哇他complain很多很多 所以我觉得很烦 然后远离城市 因为城市太吵了 我要去印度闭关 当谁跟你讲这句话 你先笑他 应该讲其实没有用了 这个就是一种逃离 从一个收拾圈去到另一个收拾圈 大家以为就好像 不要讲去到印度闭关了 我们讲很多人也是这样子 哎呀我压力很大 我很烦哦 我晚上我要去玩 我去喝酒 我去麻醉 听起来哇真的每个都这样做 他说哎呦你这么不开心啊最近 就是说我带你去玩 听起来没有问题 对不对 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我们要撤离的是 把这一些对你有产生影响的这一些 在你脑海里呢 去除掉的话 你的身体去感觉到哪里 它都是free 哪怕你明白了这一些 你做到了 你回到你自己的旧有的角落 你也是不会有问题要的 这才就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一切都是头脑 把头脑是健康来的